全都没有,更不用说管着丈夫了 他讲完这句我再也不许讲了 一下造到二十几家还是多少了 还没造房子相给地做好 我问你,你什么事情好像很懂一样的 我并不是来懂,我想提醒我的意见 你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全部造起来,就是上顶还没搞好 全部抵超天,被别人政府里面挖掉了 就省市这么多,省市七八十万 我不是讲了我来当这个家 我就是讲了我讲的意思 哪个有道理,听哪个 就是好像我发言差就没有的 一发言要么打架,要么吵架 要么我就不讲话呢 他嘴巴很臭的,一张嘴就来骂人的 又多难听,又多难听骂你的 一骂人我就很生气的 我也不会骂他 我再说这几年在浙江本地的话会讲的 前十来年我本地的话真的 讲了讲了听不懂 自己讲也不会讲 那有委屈就没地方讲 他每次过吵架就在那 我到哪里就讲你不好 那别人都不要理你 我真的,我随便你去了解 哪个人那边评价我有点不好 都是名气都是他 他跟我在后面讲的 我什么话说的 我不可能我到去去去讲 可是那有时候好朋友 他来问我 他老婆怎么样 我确实,我说老婆很好 我说不是狗 我说不起的 我没办法呀 那怎么样说 怎么样教我说你你好 我不知道你说好 别人评价好不好就知道了 确实是很多说你好 你是好 一个卫生 一个对我母亲好 你会带小孩好 其实是好的 可是我没办法 我说我对我不好的 我心里面我总是有时候 我总是不舒服 练人吧那个时候 练人 回去回我妈那里嘛 她给我买一件衣服 阿非富洋买了的 三百四十几块钱 那件衣服是为了我炒酱 她跟我走 我带走嘛 带走她能都放到桌子上 多成一块一块的 还有找到时候 在北京的时候 买五块钱一件衣服 送给我 我说这是我一生最热的 我讲 最送了两件礼物 我讲 她一说收拾好衣服 她又走了嘛 她又走了 我跑跑不过她 我不跑陪你打 有时候全是虎了 哪一次不是这样的 我看了她就怕她 我又跟她挣扎起来 就被她打一个门锁了 那里没有一个人救我 要么就是被她骂 一个晚上不让我睡觉 我真的逃啊 她前十三年 我逃 这两三年我自己逃 我今几年又没打过呀 你没打过啊 给我脖子掐在那水 就喝不下 你眼睛打得跟气球一样 黑眼圈 等等 半个多月就没推下去 因为我自己无奈呢 我两个小孩 我走都走不了 我没办法 我只能让她呀 她对孩子们怎么样 小孩子生病什么 都是我一个人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 这个好像也不对啊 哪次生病 不是我带的 可是那个吃药什么的 都是她管的 对方打针 小孩要哭 我怕小孩哭 我今天那个 闭一下 她有没有过细心体贴 对你的时候 没有 就我拿个例子来说好了 因为我大女儿来说 我那个腰椎团痛啊 我爬不起来 我说你起来给小便拔一下 帮她干嘛 让她小的床上好了 我自己没办法 还是把 小孩子不是闹哭吗 她请过来朝她睡觉 打两巴掌 打得我鼻血出来 我那没给她操作 她这小孩朝她睡觉了 暂点看看 她是一个活得很自我的人 不是很自我 她就是不会照顾别人的 就是别人照顾她 我们那个 你看好了 从上到下 我来照顾她 她不会照顾她 我们家的 我那般 我不烧开水 就没得喝的 所有的生活能力 都是我来照顾她 问题是 她有看到你做这些吗 她讲了 我搞得太好啊 我家里拖地拖干净 那财气都被我扫出去了 放不到钱 都是你的原因 家里搞得太干净了 可是我从来没有 有没有 先这一次 那都是这样的啊 那不是不想走了 我已经没办法了 13年 14年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近十几年 我选择她 我压力很大 哪个都不同意的 我围着小孩这样 不是 那这我再再讲 我很放心的 我那一年刚好拱恨运 太早 书院大概 迟了两个多星期吧 没有一个人照顾我 我大的女儿 跟我小女儿差不多 就是她跑来跑去 我那个时候刚拆线 出院的时候 红得十二针嘛 我刚拆线 拆线的时候 她到村子打牌去了 我找女儿找不到 我也走到下面池塘里面去 我就看到我的大女儿 两只脚在池塘里面 就两只鞋子在池塘里面 人全部没看到的 我真的捂了肚子 下去给我女儿抱起来 肚子喝了这么多水 我这样一抱 她都吐出来了 我觉得 对我伤很大很大的 我恐怕一看都刚出院 小孩子还丢给我带 我说我女儿要淹死什么 再要一分针就没命了 我电话打给她 她还笑了她 那天孩子为什么没有人带 会走丢了 肯定我有事情出去了 肯定有事情出去了 那小孩嘛 就是那走的走的走的呀 她刚才讲到这件事情 还是那么的伤心 你能理解吗 她是这样子 这样子人 她总是好像感觉 我是对她对不起她 我有一点点问题 她就好像 我这个问题很大 一天大 所以你不觉得 这是什么大问题 对啊 在你看来 什么才是大事情 生活好嘛 他们都说得开心嘛 她就是强势第一 你们的质量好 我也是第一 你们的开心也是第一 这个是肯定的 那你觉得这些年来 你们家里的成员 算是开心的吗 经济数很好啊 他都哭成这样了 你还觉得开心 我爱哭 他讲我哭 比人家开心 他讲我哭就不敢对他哭 我哭了就能 我跟他这个家要哭散的 我真的有委屈 我都晚上哭了 面对痛哭流涕的妻子 张先生始终理直气壮 振振勇刺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 52岁的男人 拥有的行为 此时此刻 陪同许女士 一同前来的哥哥 向在场外代表家里人 说我几句幸福话 你作为徐女士的哥哥啊 就是你觉得妹妹这些年 她的婚姻生活 好还是不好呢 很差 讲实话也给了多次机会 一直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们整个家庭 对他们也失望了 从来没有放心过 因为一直是 这些问题存在着 因为本身呢 这个分音呢 我作为哥哥的讲实话 因为本身 他们刚开始 我们都不看好 一直就围绕 我的妹妹的事情 我真的很翻身 她这边是一直 存在着暴力啊 还有那个每一次 就是围绕鸡迷涮皮的小事 作为一个男人的情况下 根本就不负责任 首先 从内家这么远 在那里 不但没有照顾好 而且每一次 出现这种情况 都没有很好的去处理好 包括妹妹到合肥去了以后呢 然后这边一块呢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前期呢 也是多次的去做这些工作 但是给了她几倍 她一直是没有把握好 不管怎样 我们作为家人的话 不能去左右他们 但是至于的结果怎么样 还是靠他们自己 我们家的家人 比较尊重他们 好吧 好